大家好,我是龙道 有粉丝经常把这个川塘和南北通透两个搞不清楚 就是川塘以及南北通透 经常呢,他们说这个开发商也好,中介也好 他们买房的时候就说入户门对着阳台 他们说这个叫做南北通透 其实不然啊,入户门对着阳台,对着窗户呢 他这叫做川塘,是一种不好的一种情况 因为气流从门口进来之后 直接就从阳台或者窗户里面穿出去了 那么在家里面的话就没有停留 而所谓的南北通透的话和川塘它的区别是很大的 那么南北通透就入户门进来之后 他没有正对着阳台或者窗户 他所谓的南北通透是什么意思 就是左右有窗户 比如说我们进来这边 比如说这是它的一个厨房 然后呢下来这是它的一个餐厅 这边是客厅 餐厅和客厅之间有窗户对穿 那么这种的话就叫做南北通透 南北通透的话 它就是说采光的话比较好 比如说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房间 比如说这些进来之后都是一些房间 那么这样就避免了这个路户门的气流直接从窗户上穿出去 而是这个气流的话就会在房间里边停留住 那么人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气场 所以说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的话就对于川塘和南北通透有了一个了解 也后来也不容易被别人所误的就自己知道了 那么我们买房的时候就尽量避免买这种川塘的房子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